我是大魏平北将军 花木兰 无论是电影还是迪士尼经典动画 这部动画当年播出 全球拿下三亿多美金的票房 让经过英雄花木兰几乎成为票房保证 但历史上真有正好人物吗 从真实上面看 确实还找不到有关蒙兰的接战 历史上找不到花木兰这个名字 但在青铜制年间 湖北的黄皮县制却提及蒙兰将军 只是这姓氏并不姓华 接上我们黄皮县北 有一个爽路征 爽路征有一个新居里 他们家一样的国家叫居蒙兰 居蒙兰后来带他的父亲来下去 边关征战的时候 父亲又并不能去 蒙兰带父从军 此日在 无独有偶明代文学家的著作 江氏比圣 也提到穆兰 朱是女子 代父从真 元朝则有文献提及 穆兰将军姓魏 让花木兰的姓氏 众说纷纭 这个蒙兰山 人们在父派 有一个黄皮不一个木兰山吗 准木兰山在这个山上 走访黄皮县至提及的双龙镇 这里的村民间姓木兰就是姓朱 甚至当地这座木兰山 还成为当地民众的信仰中心 然而花木兰这个姓氏花 又是从何而来 我应好徐清滕自文常 这个人当时呢 在抗卧斗争 其中有一个女的叫瓦氏 在一次战斗中间牺牲了 她心里很难过 她就按着鸡鸡腹鸡鸡 写了一个杂句 当时想了半天 到底心什么呢 我想不起来 她把窗户一推开 外面是月光照着 她满院子的花 所以为什么不起花呢 花代表了女性啊 所以说叫花木兰 气熟年来的姓氏 让花木兰这三个字传颂千年 只不过这位经过英雄的真实姓名 如同他藏身在军队中的真实身份 胡索迷离 我是大卫平北将军